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认为是政治原因为主呢?还是经济原因? 我想是两个原因可能都有 首先我们知道最近出现了很多护照在开关被检掉 清政被检掉甚至律法被检掉的事情发生 这种都是非常粗暴的 就是野蛮的群犯人权的行为 在其他国家 其他社会基本上都是很难想象的 但是在中国就在发生 就在中国的海关就在发生 这可不是一例两例 我们也看到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报道 中共还因此对此特别出来辟谣 所谓辟谣说是没有这个规定 还把这些正式文件 正式规定发下来 所以说没有这种事情 没有拒绝你的护照 取消你的护照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本人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这个人说的话长 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知道我是1986年到美国来留学的 1989年的时候 北京不是爆发了天安门民主运动 中国的学生领导 学生争取自由和民主 在中国 在北京 天安门广杀 然后又发生了六四天安门屠杀 天安门大屠杀前后 我那时候是在美国中西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叫普渡大学 普渡大学 普渡大学 在那里认识学生会的副主席 就是我们是精选上去 不是官方指派的 然后在我们的基础上 我们在那里给六四的学生捐款 生员给他们买帐篷 水 送到北京去 经过我的手 是让我们把6万美元的 加6万美元带到中国去 支持这些学生 后来当然在我们这个普渡中国学生学者 支持联合会的基础上 我们成立了中西部学者联 后来成立了全民学者联 这个全民学者联 现在还在 现在海外一个坚定的反对共产党统治 要求自由民主共产党团体 我想说这个意思就是说 就是因为我参与的这些事情 我想应该是1990年还是91年前后 那时候因为我在普利尼亚纳州 我的护照到期了 当年我是85年拿的护照 从北京海淀区应该是申请的中国公民护照 到1990年到期了 然后我就去芝加哥总领事馆 去要求延期 要求延期以后 把这个表格 该交的钱什么东西都填好 把旧的护照给他们放进去了 等该去取件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说 你这个护照不能延期 我说为什么不能延期 他说不告诉我 他说你自己知道为什么不能延期 就是这个政府就是非常 外交官非常的野蛮 非常的蛮横 你不给我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护照进行延期 你也不告诉我原因 我说那你有什么理由 你有没有内部文件 给我看一下 给我一个文件 表明我这个拒绝 他也不给 这个政府就是这么流氓 他不给你延期 也不告诉你为什么 说你自己知道 那我想说那就是说 我这个作为一个普通的留学生 那个亲身经历到中共政府 他可以就是说 把这个中国公民的一个身份证件 在海外的身份证件 在海外的身份上护照 就轻易的给拒绝 那因为我的护照过期的话 我等于是失去了国籍 失去了身份 我实际上变成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所以这个你就知道 这是在1990年91年前后的事情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中共政府 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现在这个中共开始的辟谣 他说没有这件事情 我是坚决想 这实际上正好证明了 中共一定在做这件事情 他一定在捡护照 捡签证 或者是卷绿卡 这只要他们不喜欢的人 或者他们想不让出境的人 他们一定会这样做 採用流氓式的手法 但是他不会颁发 那个正式的文件 也不会正式通知 就是口头通知 然后用下面执行 下面执行就是说 按照上面的指示 这一个是按照上面的指示 它就过去了 所以这件事情 正好说明了 我认为中共的辟调 正好说明这件事情 是确实在进行的 就像中共在镇压法轮功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它没有真正的法律文件 或者是那个通知 要真正的怎么去镇压法轮功 就是因为江泽民 刘耀林办公室 口头通知 口头的这些打击迫害 就是一直在吃点现在 这就是中共政府所做的 那首先呢 我认为这个事情就是说 一定是非常真实的 那现在看来呢 中共现在说它严厉限制 就是中国民非必要促进活动 这个就非常的不合法 不合法律也不合经历 你什么是必要的 什么是不必要的 那你说我出去想去三千星 出去旅游 出去探亲 或者随便看看世界 到底是必要还是不必要 出去留学 因为结婚 那怎么要出去 人们有这个迁徙的自由 中共所谓的宪法里面 都保证人民有自由迁徙的 一定的权利 它有什么必要 有什么法律依据可以限制 出境活动呢 所以这个中共在做的呢 就是再次又一次的 践踏宪法 践踏公民权利 这是我们看到的 那这个中共为什么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 这个政治上的原因呢 就是中共现在就是说 它这个所谓的防疫政策 清零政策 它也说了 要这个清零防疫 这个凌容忍 对吧 清零政策 在这个状态下呢 它就最好 就是没有出入境 对吧 这些是最好的 对吧 按理说它应该是 只是限制入境 对吧 但现在入境已经有很多很多限制 因为回到中国的人 必须在旅馆隔离 几个星期 对吧 然后到另外 到他自己所在的省啊 市啊 他还要再隔离 前前后后可能要隔离 一个月两个月 你还要自费 自己出钱 是吧 那这个已经 它已经在严格控制了 按理说出境的话呢 你说你出境 你不管你是阴性阳性 你出境 你出境 我认为经济的理由 就是限制外汇 限制外汇出逃 因为这些中国公民要出境的话 你不管是旅游 留学 探亲 访友 移民 都会把这个外汇出去 中共现在经济非常 我认为中国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 中国的外汇存底呢 也非常的危机 现在中共想尽一切办法 控制外汇的支出 包括限制公民处境 中共实际上在过去十几年内 就一直在上缴护照 要求上缴护照 侵略限制人民处境 公务员、官员 这些重要人物 或者关键人物的护照 都已经被上缴了 现在实际上已经出境的自由 已经大大的被限制了 现在看来中国还是要 更觉得还不够 还要继续限制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 中共那些 又一次的践踏人权的行为 嗯 我看到有网友说呢 就说是 中共这个当局啊 是不愿意中国公民到海外 就是看见海外的这个 真实的一些情况 是不是也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是的 是的 你比方说最近 你看到一个非常滑稽的事情 就是这个中国 好像是从福建到洛杉矶的一架飞机 也不可以铁体 那是什么 有没有 emotional 都可以把他们收到洛杉矶的 还放在洛杉矶里 不要去把洛杉矶若 是 political 基本上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已經全部開放了 現在突然出現這麼一幕非常滑稽 也非常愚蠢 中共實際上它就是用這個 你從這個道理的常識上就知道 他們下來它要防止害怕什麼呢?它防止什麼呢? 防止美國到處無所不在的病毒會襲擊他們嗎? 他們這些機組人員在下了飛機以後 他一定要住美國的旅館 他一定要吃旅館的飯 住旅館的水 喝旅館的水 然後可能還要待幾天 然後再下一次航班再回到中國去 那這些期間他難道每天都全部 把自己封得嚴嚴實實嗎? 他不接觸美國社會嗎? 美國的空氣和水嗎? 不接觸其他人嗎?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顯然他穿了一身白服 大白的樣服裝就是在作秀 一種愚蠢的作秀 是在向中國老百姓進行出口轉內銷的宣傳 說明外國社會有多麼多麼危險 中國的防疫政策有多麼多麼成功 為了為中共的防疫所謂的防疫 還有中共的清明政策 還有習近平自己的一些政治立場 政治這個政治秀來做一種鋪墊 這是他們所做的事情 我看最近有一條新的消息 就是今天才看見的 就是說是浙江移動手機用戶必須登記 否則是關閉境外接聽功能 那這個和這個嚴格出入境 這樣的有沒有什麼聯繫嗎? 是 這個顯然是中共要進一步控制 中國百姓的一部分 還有一個中共限制這些中國公民 出入境我剛才忘了說一條 就是他實際上很害怕大量的人出國以後 再回去以後會把國外真實的情況 就是說像中國老百姓會傳進去 這樣就會讓中共這個防疫的政策 它這種虛假的自己騙自己的 這種清零方式被戳穿 其實中共害怕外界帶來的這種 就是說防疫的、關於瘟疫的 和Omicron的真實的訊息 當然這些人出國以後 還會帶著一些自由、民主的理念 對中共的一些醜惡歷史 中共的迫害人民、百姓的一些醜惡歷史 這些真相、資料都會帶著中國去 所以中共的最...它的目的就是 把中國人民鎖在中國國內 閉關鎖國 然後用它自己的虛假宣傳 給老百姓洗腦 不讓他們接觸到外界 對手機這種限制也是一樣的 它實際上要你上報 就是你的電信、境外接聽的電話 實際上會把監聽也好 監控也好 擴大到所有的海外打電話回來的人 這樣的話 這些人們在打電話的時候 過去外界的信息就會特別小心 甚至不敢講話 不敢用敏感詞 實際上像我們跟每個人都有這種經驗 國內的親友打電話的時候 突然你會發現談談話以後 你假如說這個敏感詞 或者你本身 你本人就是一個敏感人物 它可以用語音識別給你鑑別出來 然後你馬上就會聽到 好像你跟對方通話的時候 中間忽然一下變成一個 在一個空洞的地方 突然開始有個回音了 你就知道這個監聽已經開始了 我想很多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了 那您剛才提到就是中共要進一步控制中國民眾 閉關鎖國之類的 那就說您認為中共的這個目的能達到嗎 它很遺憾的講呢 中共會達到 只要這個中國老百姓那個 不能夠明白起過來 不能夠站起來 不能夠推翻中共的統治的話呢 中共現在呢 實際上是可以做到的 現在就是說 現在已經在做了 從那個physically 也就是說從那個身體上 肉體上來 它限制你出入境 然後從這個互聯網上 它來過濾封鎖監控 然後從那個 它掌控的那些微信 其他說是從軟件上 電子產品上來 也對中國老百姓進行這個思想控制 思維控制 然後呢 對老百姓呢 我們這樣除了那些 用健康碼呀 或者那些身份啊 人臉識別呀 兼攝像頭 全方位都在監控這個老百姓 它現在對中國人民民眾的控制 可以非常準確 非常精確 它可以限制任何一個人 知道你任何一個人在哪裡 可以切斷你的那個經濟來源 切斷你的退休金 讓你的賬號變紅 或者讓你那個不能充許 賣不了高鐵票 實際上它現在已經做的 已經非常非常的成功 所謂的成功 你說這種限制呢 實際上是人類歷史上都沒有了 所以中共這個還是可能 它會達到它的目的的 我相信 很遺憾地說 它會達到它的目的 給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